世界名厨窃下一块生肉捏在手上 王室贵族立马张开嘴去接 随着肉在唇齿间的咀嚼 他露出了燕族的神情 然而这只是今晚饕贴盛宴的开胃菜 保罗用勺将血红的酱汁拍开 把外属里生的牛排放至上方 再用一小朵西兰花加一点缀 血腥和美食的诡异搭配 唤醒了十克心中最原始的欲望 他们迫不及待将肉放进嘴里品尝 像野兽一般吞咽着 甚至不顾形象的铁饰餐盘 而作为烹饪这道美食的主厨保罗 看着这群往日高高在上的上流 仍是如鸡似渴的模样 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曾经还是小孩的他 有天不小心打翻了主人家的鱼子酱 他忍不住尝了一口 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二十万一勺的东西 味道竟然难吃的作物 母亲和他为了这罐打翻的鱼子酱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而他这一刻明白了 食物是财富和地位的另一种象征 因此他苦练厨艺 多年后保罗成为了顶级大厨 专用高级食材碰饪高级美食 这种的营销让富人们纷纷跪铁他 最终保罗坐稳泰国第一神厨的交易 保罗还打造了专属他自己的团队 而且不断吸纳天赋型厨师 却不知这天手下带回来的 一个名为奥伊的小餐馆厨师 在不久后的某一天打败了他 并且取代了他厨神的位置 那时候的奥伊还是家里参观的帮助 手下路过的时候被一阵炒粉的香味吸引 品尝过后被惊艳到 于是他递了一张名片给了奥伊 说他待在这里太去彩了 邀请他加入保罗的饥饿餐厅 奥伊回去后上网查了资料 发现保罗竟然是餐饮街的顶级大馆 无数达官贵人都争先恐后邀请他去做菜 奥伊觉得自己走了大运 第二天就来到饥渴餐厅应聘 到了那才发现除了他还有一个应聘者 他是刘洋回来的专业大厨 这时保罗说出今天的考核师做一份炒饭 谁做得更好就能留下来 这让奥伊心中有了底气 他按照自己平时的烹饪方式 一个炒锅两个鸡蛋和一碗剩饭 熟练地将它们在油锅中翻炒 跟他原始的烹饪方法相比 他的对手就显得专业许多 他选用的是新鲜的刚出锅的米饭 挑选了最新鲜和昂贵的海鲜 经过煎香和翻炒 还有精致的摆盘 对比之下奥伊觉得自己输定了 没想到保罗在品尝过奥伊的蛋炒饭后 直接宣判刘洋大厨出局 大厨不明白自己输在哪里想讨的说法 却被保罗直接伸了一巴掌 身为顶级厨师的保罗不屑解释 让他直接走 随后他询问奥伊是否懂得其中缘由 答案就是那碗看似不起眼的生反 就这样奥伊顺利留了下来 然而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保罗直接拿来一大块 世界顶级的雪花牛奶 向他示范如何切下一整片厚度 在两毫米的肉片 他告诉奥伊做一个大厨不仅要会成菜 还要会切菜配菜摆盘缺一不可 然而奥伊上手切肉并不理想 切了多少次就被保罗劈头盖脸骂了多少次 好不容易等他切成功几片 在翻炒的时候又频频被保罗吃 一会儿说他油放多了一会儿说他炒朗了 奥伊曾经最擅长的炒菜被他贬低得一无是处 再加上那些被他炒费的昂贵食材全变成了垃圾 双重压力下奥伊崩溃了他想放弃 可想到自己那充满油污的小餐馆 他还是决定放手一不 于是他回来了 他拿起炒锅一遍又一遍地翻炒 即使两只手臂全被热油烫伤 即使餐厅里只剩下他一人 奥伊就这么不知疲惫地练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第二天保罗来餐厅时看到的就是 他累得在地上睡着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一夜苦练下奥伊完美地在保罗和其他厨师面前 展示了他一气呵成的炒牛肉 他也因此得以留下来 被保罗带去参加一个贵族的晚会 有机会在这些电视上才能见到的政客面前 展示他的厨艺得到他们的称赞和夸奖 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 保罗用他的方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一道血淋淋的大财 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 各个吃得满嘴鲜红 豪门贵妇忍不住瞬息手指 知名政客直接端起盘子铁饰 保罗看着这一幕大快人心 曾为底层小人物的他 深受过他们嘲讽和欺辱 如今他终于报复回来 而他的手下奥伊 在见证保罗的厉害以后 觉醒了心中对名合力的渴望 以美视为明湾弄妇人鱼鼓掌之间 这种爽感没有人可以抵抗 这天保罗接到了一个 普通的三口之家的订单 就在他们准备要上菜的时候 保罗敏锐地发现 今天的汤品有问题 他毫不犹豫将熬了几个小时的汤 全部倒掉 随后拿出一包方便面 将里面的调料包放进水中勾兑一下 调制出一锅科技与很活的香汤 就在奥伊提心吊胆的时候 却发现一家三口并未发现任何一样 他们喝得很开心还发出连连赞叹 奥伊心中原本对保罗的崇拜突然降了几分 但事后他才知道原来那锅汤里有海鲜 做汤的厨师因为忘记那家的女儿海鲜过敏 才有了这次失职 保罗对比表示不容原谅 幸好他发现及时不然餐厅的名号毁了一代 他把所有脏话和怒火都对着做汤厨师发现 不料惹急了厨师被他捅了一刀 至此两人不欢而散 好在消息没传出去 餐厅的名声保住了 但在医院养伤的保罗依旧寝食难安 奥伊感念保罗的治愈之恩 特意做了一份拿手的炒河粉送去给保罗 他告诉保罗他家里人生病的时候 就会得到这样一份充满爱的河粉能化解病毒 然而保罗却不赞同这样的理念 他告诫奥伊食物的美味跟爱没有关系 因为对于穷人来说食物只有冲击的作用 而对于富人来说才是消遣和享受 只有得到富人的认可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厨 奥伊对他的想法并不完全赞同 却也他确实说的有几分道理 但很快他就发现保罗为了刺激 为了掌控富人想要的美食的刺激 居然去野外捕捉野生动物 这无疑是在法律和道德线上蹦底 保罗威猛的形象在奥伊心中瞬间崩塌 最终他选择离开 离开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团队 可理想和现实总是不能兼容 奥伊的父亲突发疾病 巨额的手术费压得他喘不过气 让他点头答应了一位投资人的资助 投资人承诺为他开一家餐厅 打造出他第一美厨娘的血口 一顿营销过后 开业时来吃饭的时刻络绎不绝 再加上奥伊本就不凡的厨人 引得无数人过来拍照打卡 成为了小资的网红餐厅 没几天投资人找到奥伊 说为他争取到了一场 名人千金的主厨机会 到时候可以进一步扩大餐厅的名气 奥伊答应了 这时不速之客突然到来 保罗特意找到了这里 奥伊心中还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师傅 于是做了一道菜请他品尝点评 可保罗却说做菜是为了名合理 他的评价并不重要 如今奥伊已经出师了 在那场名媛宴会中 他们甚至会成为对手 但成名的代价太大了 他让奥伊趁早放弃 不然会逐渐失去家人 和身边所有的朋友 奥伊以为这是保罗的挑衅 他坚持要参加宴会比过保罗 但将还是老的落他怎么比 一头生牛从天而降 顶级厨师拿着刀上前一顿挥舞 待完美切分过后 撒上是先准备的调料 接着点燃底下的炭火 火苗瞬间蔓延生牛全身 一场极具观赏性的 饕餮盛宴即将开始 明媛千金富家公子 像恶狼一般品尝这道美食 保罗顶级厨师的名号名不虚传 一出手就拿捏住了 宴会上的所有权贵 这是一场师傅和徒弟的对决 徒弟奥义为了打败他为自己养民 只能拿出自己的绝招炒盒粉 这是他家的祖传秘方 里面包含了家人对他满满的爱 食客们品尝过后 唤醒了记忆中家人的温暖 纷纷对这道菜赞不绝口 奥义以为自己赢定了 谁知保罗居然倒出了一碗汤 通过那汤水的色泽和香味 奥义猜出那是用泡面调料勾兑出来的 可权贵们却浑然不知 个个都喝得津津有味 他惊呆了 而保罗却满脸自豪 他告诉奥义权贵们 并不在意食物的美味 他们吃的是他身为顶级厨师 带来的荣誉地位 而这并不是奥义用心 做出来的食物可以比拟的 奥义被深深上了一刻 突然警察走了进来 他们拿出了一段视频 上面赫然是保罗 用珍稀动物烹饪美食的全过程 一瞬间他成了重视之地 成为了所有人唾弃的对象 而曾经吹捧保罗的权贵们 拳斗过来称赞奥义说 他才是最优秀的厨师 奥义胜之有愧 后来他才知道 这是他餐厅的投资人导物 他们早就掌握了保罗的秘密 趁着这个机会 把他从饮食界的神坛拉下来 然后把奥义推上去 把他打造成第二个保罗 得知真相的奥义崩溃大破 此刻的他成为了 踩着师父上位的胜利者 奥义的良心振振发痛 而保罗被带走前的那番话 也一直回荡在他耳边 一直以来他的初心 都是烹饪出美味的食物 却不知世人所追求的 一直是名和令 尽管品尝的高汤 是所谓的神厨 用泡面调料做出来的 他们自然屈之若无 甚至因此而自豪 如此虚伪如此腐败 让奥义接受不了 最终他选择放弃 这个所谓名厨的称号 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平民百姓们 津津有味地吃着路边小摊 脸上全是满足 和发自内心的笑容 奥义在这一刻突然明白 这才是他一直追求的 食物带给人 最简单的纯粹的东西 最后的最后 他回到家里的小餐馆 继续炒着他的河粉 把他手中的美味传递给大家